2024成都车展车一圈在现场 现在我们是来到了现代的展台 来看看这台刚刚上市的第五代圣塔 首先我们还是先来聊一下它的价格 19.58到26.88万元 不到20万元的一个起售价 你觉得它的现代比到底高不高呢 其实不用太急下结论 我们先来看看产品 在产品力方面 毫无疑问第五代圣塔 最大的一个改变 也是大家争议最多的一个地方 就是它的外观设计 它采用了时下非常流行的一个方式的设计 但是它又不是纯粹的一个硬派越人的方式 它还是在车灯的一些地方 采用了一些比较圆润的系统 让整车看起来更有一些都市的气息 其实我个人感觉的话 它的风格很像复古的美式SUV 所以这个外观造型 你觉得好不好看呢 再来看到侧面 第五代圣塔 它的长度是来到了4830毫米 轴距的是2815毫米 其实整体的一个实际垂润的话 在同级的中型SUV当中 算不算特别突突的存在 但是由于它整体非常具有力量感的造型的话 让我们视级层面 看起来它是非常庞大的 在那套侧业 我们可以看到第五代圣塔 也是一个纯平的设计 方方正正的造型 很好的与车身形成了一个统一 包括它内部灯组的造型的话 也是采用了矩形的一个元素 所以整个外观设计的话 虽然争议很大 但是从个性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第五代圣塔 已经做到了足够吸烟眼枪 来到车里 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到 第五代圣塔 它整体的一个类似设计 也是有了一个完全的变化 它整体的风格呢 也像外观一样 变得非常的硬朗 车里的现场呢 都是直来直往的 能够更好的突现出 它类似宽敞 以及BUS的一个气势 同时呢 在科技感方面的话 它也是配备了 双12.3英寸的一个中控屏幕 以及下方 还有一个6.6英寸的 单独的空调控制屏幕 这样一个科技感的话 我觉得在同级的合制SUV当中 也是非常突出了 那么除了前排给人的感觉 非常宽敞以外呢 在后面它的一个表现就是说 我们在这后排去实际感受一下 来到第二排 我们可以看到这台展车的话 采用的是一个2加2加的六座布局 从官方的信息来看 像第五代圣达未来实际上 推出5座6座和7座版车型 而以这个6座版车型为例的话 我在第二排 一本一达我的身高 还可以获得两拳的一个空间 而且整体座椅的一个调整范围的话 也是非常广 以及在实用性方面 它的前排座椅上面都有两个挂钩 包括它前方的中央腹子的话 也是可以通过后排开启的 以及腹子向下方 这边还有一个抽屉 包括在门板上面的话 这边还有双水背位 以及下方还有一个水背位 所以在整个车达的一个空间六律上面 第五代圣达 这次是真的拉满了 在动力方面 只是第五代圣达搭车了2.0T的无纹增压发动机 发动机的最大功率位为182千瓦 匹配的是8C的一个变速箱 整套动力系统的话 在参数上面还是非常突出的 而且它也是提供了四驱版本的车型 所以综合第五代圣达的一个产品力来看 虽然它的外观颇受争计 但是我个人的话还是比较喜欢这种个性的 发质的一个造型的 但是它内部空间的表现 我觉得是完全没有毛病的 无论是乘坐空间 还是对空间的一个利用率 以及非常丰富的一些置物格的话 都是可以更好地去满足我们家庭用户的一个需求 所以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的话 如果是我要去购买胜达的话 那么我肯定会选择19.58万元的入门车型 因为我想享受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大空间 不到20万元就能拿下 还不像吗